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研究究竟如果我hyper extend 手肘 是否一件很危險的事 我相信你們不去過一些練習 老師說你的手肘不可以hyper extend 如果有的話就會很大件事 很痛 是否呢 與其就這樣一錘定音說是差或不是差 其實我就會看回當你做這些形狀的時候 你是甚麼心態 通常你這些形狀都是要承受些重量 承受些力量 像側板式一樣 我就會看下你做側板式的時候 你是就這樣托著個人 還是你想推開地下 其實有分別的 因為如果你是打算托起的人 或是撐起的人 你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基本上你會用你的關節去撐起自己 通常我現在這樣跟你說 我都是自己撐起自己 其他肌肉沒有怎樣發力 其實我很快覺得第一件事是不穩陣 另一件事是我覺得手肘已經吃到少少力 雖然我在側板式沒有hyper extend 我唯一的東西是我做手肘 你應該在Cover Photo會看到我的 唯一的東西是hyper extend 但我已經感覺到這個手肘很不舒服 如果裸了的話 我相信我的手肘也覺得不舒服 這就是撐起自己或裸著自己 相對來說 如果我想推開地下 整件事就完全是另一個演繹的手法 如果我想推開地下 第一 我會想感覺到 我正在用臂力 長手臂 前臂 而我感覺到我這個臘骨側根的位置 也能感覺到我力 甚至腰側的腳都會用力 我會推開地下 讓人可以推高一點 再另一件事就是 我的手感覺想拉向我腳跟的方向 啟動多一點我的肩膀穩定的肌肉 我保持在這裏實現很多 就算我跟你一直在說話 其實我累的位置 其實全部都是肌肉的位置 完全的手肘 我是沒有感覺的 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這樣 與其他一徐定音 就說是好是不好 不如當你自己練習的時候 你就想起 你是否在用身體的肌肉 去承托自己 還是在用關節去扔自己 當你練肌肉的時候 當然是會用很多力 有可能你一開始已經可以 這麼簡單就可以做到的 你就可以再 例如多些支援膝蓋在地上 看看能否感受到你的法力 能否推開地下 而不是這樣沉 就是這樣了 所以練習的時候 留意多一點你的腦袋 和你的身體的溝通 可以的話 有多點意識去練習 你的練習會持久一點 持續性長一點 而且會不斷演變 隨著你的練習時間 和你的生活習慣 其實會演變 會一直搬著你走 就是這樣了 今天就有小分享 希望你會覺得幫到手 下次見 拜拜